有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它分为两个阶段 无论是起因还是结局 肯定与前两次不同 而欧洲是北约东阔引起的俄乌冲突 中东是震惊全球的巴以冲突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都发生了 当然了这个事件还是被一些预言家看到了 在这个事件的前三天 印度神童阿难德在10月4日的预测中 就给大家发出了警告 他就说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发生 所以自然灾害和暴力会使我们面临核心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某些区域还会更加的危险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神童预言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化 大家理性观看 其实阿难德所说的危险的区域 正是土耳其叙利亚 这些之前曾经发生过地震的地区 而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大地震 曾经造成了5万人丧生 然后这个地区还发生过重大的山火和洪水 再来就是摩洛哥的地震 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 接着是利比亚的洪水 造成了2万人的死亡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阿难德所提到的那个危险的地区 而在这个危险区域内 俄乌冲突也非常的接近这个区域 这个冲突也造成了将近数十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 所以我们就观察到阿难德所说的这个区域 已经成为了这些问题的焦点 我们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在这个特定的区域看到更多的问题 就在阿难德发出警告后的三天 也就是10月7日 哈马斯就袭击了以色列 而巴以冲突就发生了 那巴以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 阿难德就说 在2023年的10月到11月这个特定的时间段 其中就包含了一个重大的天文事件 意味着有一系列活动会相继发生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月即将到来 将在10月14日发生 之后太阳就会从一个星座 移到另一个星座 所以将会有一个特殊的组合 就是拉虎和月亮都在天空一个特定的区域内 与另一个火星形成180度的对立角度 而拉虎和月亮因为都受到了卫星的影响 一个天体可以对另一个天体 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产生影响 或投射它的视线 所以阿难德就说 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组合了 这将很快开始发生 这是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日期的标志 阿难德就说 一个特殊的组合往往预示着 有组织和暴力的事件 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日期之后发生 而阿难德当时就说 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 就是这些行星的组合 而这个组合和上次出现在 2001年9月11日遭到袭击的两栋大楼倒塌 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阿难德就说 因为这个袭击的事件 正好也发生在这个特定的组合期间 所以阿难德就认为 这段时间确实存在着重大的风险 尽管可能不会像2001年那样严重 因为2001年的天体位置 比今天要糟糕的多 但很有可能它们会很相似的 特别是在10月底和11月初 这个期间这些事件会加剧 阿难德就说 在28号往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期 那之后的时间 很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问题 而阿难德就说 东南亚和印度东南部 也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方面 他说我也相信 印度的东南部以及西部地区 更容易受到暴力冲突的影响 对于2023年和2024年 阿难德还预言了各个领域的 六个重大事件 其中就包含了地缘政治 经济 自然灾害 以及一些国家大事 而这些预言呢 它是根据废陀的一些 古老的经文和历史的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得出了一些结果 它就是把这些数据呢 跟自己的分析结合起来 从而推演出了一些预言 那第一个呢 是经济危机 阿难德就说呢 在2023年到2024年的4月呢 这个期间的经济会发展非常好 我们会看到一些 非常显著的经济增长 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呢 会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 而在2023年开始呢 美国的经济发展呢 确实是非常强劲 虽然美联储在不断的加息啊 但是美国的股票呢 却在疯狂的上涨 而今年的纳斯达克最高的时候 还上涨了40% 虽然现在有所回落 他就说呢 印度的经济发展也会非常快 印度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印度的股票呢 也将在2023年的7月呢 突破了历史新高 印度最近这20年来呢 股票指数啊 已经翻了几十倍了 而第二个预言呢 是地缘政治了 阿南德就说呢 亚洲和北美之间呢 会有地缘政治问题 将会在一些领域啊 相互竞争 还会上升到下一个级别 而阿南德就说 美国将会在未来几年呢 用他的领导力啊 对世界的地缘政治产生影响 在未来的几年呢 美国将会参与干涉一些 国家的地缘政治 从而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 美国将会影响非洲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 而美国的这些行为呢 是受到了火星所处位置的影响 阿南德就说 火星在未来的几年呢 所处的位置会让美国变得 越来越想要竞争 好斗 但很不幸的是呢 美国的这种行为啊 对发展中的国家并不友好 他说我们将会看到 美国的这种行为呢 会造成世界上的一些 快速的变化出现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的去试影 此外呢 还有一些地区呢 例如日本呢 也与火星有直接的关系 并因火星而增加军力 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呢 将会放缓 甚至发达国家的经济 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路线和方向 而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阿南德就说呢 他现在还不清楚 他认为呢 发展中国家是受到了 2020年的疫情的影响 将会开始引领 未来世界发展和成长 但是阿南德说呢 这所谓的发展和成长 并不一定是GDP的增长 而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成长和过渡 这种成长呢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呢 可能并不会很舒服 阿南德还说呢 非洲呢 将会在未来的20年到40年之间 飞速发展 第三个预言呢 是自然灾害 阿南德就说呢 在2024年的4月之前呢 澳大利亚呢 将会爆发大型的自然灾难 而澳大利亚呢 是一个地理面积广大的国家 其自然环境多样 因此在历史上呢 就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 由于澳大利亚的炎热干燥气候呢 森林大火在这里非常常见 澳大利亚的某些地区呢 经常遭受到严重的干旱影响 而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 农作物受损 或者是生态系统啊 遭到了威胁 特别是在热带的气旋季节呢 部分的地区经常遭受到洪水的清洗 虽然澳大利亚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 位于主要的构造板块的边界 但它仍然有时会发生地震 尤其是在西部很南部的地区 尽管不常见呢 但澳大利亚的某些沿海地区呢 曾遭受过海啸的威胁 安南德说呢 印度将会继续经历对动物的暴力虐杀 同时呢 也很有可能发生异常天气事件 以及重大的自然灾害 这些灾难呢 很有可能与风火水这三种元素有关 他还预言呢 印度很有可能在2024年的4月前呢 发生大地震 而美国呢 将会频繁的发生一些与火有关的大事件 也将会发生大地震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地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当海水漫过土地的时候呢 人们呢 就会向内地开始慢慢迁徙了 这势必会引发一场惨烈的冲突 而第四个预言呢 是粮食危机 阿南德就预言呢 粮食危机的发生呢 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更多的国家 卷入了冲突而造成的 现在很多的冲突就已经发生了嘛 那很多的建筑呢 都会被摧毁 农民也会失业 所以粮食的产量呢 就会下降 还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啊 这都将导致呢 气候更加的干旱 许多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呢 将无法种植农作物 到那个时候呢 食物的价格呢 就会和现在的石油一样 因此呢很有可能会发生 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人类正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也许有一天呢 这个世界就会到达 人类所能够承受的极限 这才是这场灾难的开端 第五个预言呢 是能源危机啊 阿南德就预测了 2024年由于人类对石油 天然气以及过度的开发嘛 将会出现能源危机 为了取代传统能源呢 人类将会使用新的 可再生的能源 未来新能源呢 才是我们生活的比需品 而第六个预言呢 是人口问题 阿南德就说呢 亚洲的出生率呢 已经跌到了50年来啊 最低水平了 出生率的减少呢 对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呢 可能会带来一些 社会经济政策的挑战 因为出生率通常会伴随着 人口老龄化呀 这就意味着社会中的 老年人的比例会增加 这可能会导致养老金啊 医疗以及其他福利的需求增加 那随着年轻人人口的减少呢 劳动力也就会减少啊 这可能会对经济增长 产生不利的影响 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 密集劳动力的那些国家 而劳动力的减少呢 可能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 从而就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同时人口老龄化呢 可能会导致消费也减少 因为老年人的消费呢 往往比年轻人更加保守 随着劳动人口年龄的减少呢 为老年人提供医疗 社会保障 以及退休金的负担呢 就会增加 而年轻人呢 往往更具有创造力和冒险的精神 年轻人的减少呢 就会影响到创新和经济活力 可见呢 由于出生率的降低啊 以及出生人口的减少呢 亚洲未来的经济呢 确实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阿南德就说呢 由于受到了水星和木星 合相的影响呢 AI领域的应用程序 将会迎来指数型的增长 所以AI将会进一步的 入侵人类的生活 并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他就说水星就代表了沟通方式 思维模式 学习方式和神经系统 而木星呢 被视为伟大的恩惠者 它与拓展 增长 幸运和丰盛有关 所以木星和水星的合相呢 是指这两个行星 在同一星座之间 它们的脚尖距很小 当它们结合时呢 很可能就代表着一个人 善于将复杂的哲学 或者是宗教观念 用简单明了的方式 传达出去 阿南德就说呢 我们生活在四百年难得一遇的时间点上 所以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 并且能够理解 现在和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相信呢 定期的祈祷 可以帮助整个世界 对我们周围的动物和人类呢 一定要友善 这将使整个世界呢 变得越来越美好 而最后呢 阿南德的预言啊 可能都是根据 历史的大数据的一种推测 也有可能是为了博人眼球呢 所以大家理性观看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看过的朋友 给个鼓励 点赞 留言 支持我们一下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